达克文章一点,人之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二点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 三点,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 四点,你永远要欢恕众生。 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五点,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 当你痛苦时,你要想这痛苦,也不是永恒。 六点,今日的执着,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 七点,你可以拥有爱,但不要执着。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八点,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 九点,你十磨时候放下。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。 十点,每一种创伤,都是一种成熟。 十一点,狂妄的人有救。 自卑的人没有救。 认识自己。 认识自己。 相服自己。 改变自己。 才能改变别人。 十二点,你不要,一直不满人家。 你应该一直,检讨自己才对。 不满人家。 是苦了你自己。 十三点,一个人,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。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 十四点,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。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 十五点,毁灭人只要一句话。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。 请你多口下留情。